再次掌声有请主讲人吴晓波先生 谢谢 谢谢水木年华 一生有你 我在后台听一首二十年前的老歌 现在听起来还是让人怦然心动 一生有你可能是 所有汉字组合中最优美和最动人的四个字 一生能够遇见你 能够爱上你 能够陪伴你 我是一个特别普通的财经作家 那么多年来还能够卖字为生 还能够授课为业 都是因为一生有你们 谢谢大家 希望能够在未来继续地陪伴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年终秀 发光吧勇敢者 进入到我们的下半场时间 预见2023 找到信心的那根引线 每年都会去很多企业 我记得我去年和前年的企业走访数量 大概都在50家到70家左右 那么今年呢跑了46家 其中很多的是制造业 这两年跑了特别特别多的制造业 今年四月份在特别困难的时候 其实那时我也没啥信心 对 我们公司 我们的很多客户 我们的很多伙伴 所以四月份我就在想 怎么办呢 得出去啊 去找那些有信心的人 那么中国的信心厂在哪里呢 我觉得就在产业一线嘛 那些还在生产的人 还在工作的人 就是今天中国最有信心的人 所以从四月份开始 我就做了一个产品 叫做走进标杆工厂 我们去了万象 格力 穆斯 三亿中工 华润江中之药 极客汽车 顾家家居 在2023年 我还会继续走进标杆工厂 争取吧 争取每个月 仍然能够有一家工厂 去火热地生产一线 看中国竞技的现状 正去到明年的12月30号 下一次年终秀 再把我在工厂看到的景象 和大家做一个回报 所以2023年 如果你有兴趣 和我一起走进标杆工厂的话 欢迎你叫我的学习助理 了解我们相关的动态 你们愿意去的工厂 我只要能够打开那个工厂的门 我一定带大家去 一年前我们曾经预见过 2022 K星时代抗疫常态 消费带政亮点窝乎 供应链战争决胜负 富能平台各善其强 专进特心智能竞赛 移动协同办公革命 后浪前浪各占沙滩 金融服务迭代理性 这些事情都正在一一地缓慢地发生 当然我们看到2022年 统领整个年份的其实第前面八个字 叫做K星时代抗疫常态 我们很多的企业的迭代 我们很多的周期性的变革 遭到了很多的干扰 我们希望在2023年 一切都能够回到正常态 一切都能够重新回到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跟以前一样 我们每一年的年终秀 都会邀请我的一些朋友们 一些经济学家 一些财经观察家 请50个人 请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一年 进行一次信心调查 我在这里也感谢 我们这些经济学家 和经济学者的朋友们 帮我们完成了这一次的信心调查 拿到这一份调查 我还是挺开心的 我们来进行一个比较 宏观经济 大家看见没有 去年的此时此刻 我们请这50个经济学者 对2022年的经济形势 进行判断的时候 罕见的333 向好的 持终的 看衰的 都平均占30% 但是我们刚刚完成的 对2023年经济形势的判断 居然有82%的学者 认为2023年经济会向好 同时我们在资本市场看到 在2023年认为 2023年资本市场会上行地 占到了78% 认为持平的 占到了22% 就是持平加上行 几乎占到了100% 这是极其罕见的 跟去年的数据相比 是增加了整整的一倍 关于 一言难尽的房地产行业 去年我们对2022年 房地产的判断 只有55.8%的学者 认为会处在下行的阶段 而今年的调研显示 认为会回暖和向上的41 认为房地产会持平的44 也就是有85%的学者 认为2023年的房地产市场 会进入到正常的轨道和上行的轨道 我们为这三组数据 需要一次热烈的掌声 希望我这50个朋友们的 预言能够自我实现 我们2023年能过一个好日子 在全球经济的信心调查中 我们调查了两组数据 第一叫做中美关系 第二叫做全球化信心 你发现没有 关于中美关系的调查 学者们的观点 基本上和2022年持平 有没有 认为对抗会趋缓的 在百分之五十几 认为会发生激烈对抗的 在百分之二十几 这两组数据基本上差不多 那关于全球化方面 在去年的此时此刻 认为全球化会维持现状的 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七 但是在刚刚完成的 关于2023年的全球化信心方面 没有信心的人超过了一半 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一 大家发现没有 前三组关于国内经济 宏观经济 房地产和资本市场 基本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者 处在一个看好的预期通道中 而关于中美关系和全球化 仍然处在一个趋冷的状态 2022年美联署为了应对 它的国内通货膨胀六次加息 那么今天美国的经济 已经进入到一个 非常刚性化的状态 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 2023年美国经济 大概率会进入到 一个衰退的通道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全球的经济环境 甚至比2022年更加地动荡 也意味着我们2023年的生意 我们的事业 外贸 可能是不能指望的 大规模的信心的来源 来自于本国市场 来自于我们国内的产业升级 我们的消费复苏 和我们城市经济活力的 重新驱动 所以在2023年 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再折腾 我们的企业家了 把他们折腾坏了 那就正没人折腾经济了 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对2023年的八个预见 我们认为可能发生的事情 预见一 双核时代各自爬山 在全球政经界第一个 把中国和美国联系起来 分析的那个学者 是一个英国人 叫尼尔福克森 在2009年的时候 他发明了一个词 一个英文单词 叫China-America 他把China和America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词 叫做中美国 2009年的时候 China-America曾经入选 纽约时报的年度流行词 朋友们2009年 也就是中国汽车产量 消购美国的那一点 但是真正 China-America 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状况 最近这三年 李福京是一个美国的未来学家 和一个战略家 他在今年年初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润性时代》 他帮助美国的共和党 做了一份非常厚的报告 叫做美国润性3.0基础设施 转新报告2020到2040 美国近期20年 做了一个长期的研究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在新兴的润性时代 投资16万亿美元 部署和管理智能数字化 零排放的润性基础设施 建设21世纪的美国经济 各位同学 你们想 你把李福京的这句话里面 把两个字给他换掉 把投资16万亿美金 换成投资多少万亿人民币 你把建设21世纪的美国经济 换成建设21世纪的中国经济 我们有违和感吗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自工业革命以来 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 的中国和美国 在21世纪的前20年的今天 终于站在了 几乎对等的发展通路中 朋友们 这个是过去100年 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也是我们在座的各位 无论你是五年后 六年后 七年后 八年后 九年后 有零零后吧 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 和我们这一代人重要的使命 China America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产业对峙的双核时代 已经如期而至了 今天我跟达里尤有过一次对话 他是全球最大的 对冲基金 桥水基金的创始人 今年他出版了原则二 在原则二中 他有两个章节 来讨论 全球化背景下的 中国经济 在对话中 我问达里尤有一个问题 我说你在你的书里面啊 说中美未来博弈 有六大主战场 贸易战 技术战 资本战 文化战 自我交战的战争和战争 我问Joe 我说六说 你如果只选一项的话 你觉得最值得关注是哪一项 达里尤起了两秒钟 说wow 我想今天中美的基因阶层 的一个共识 就是面向未来的双核时代 我们需要在避免wow的前提下 中国和美国将在贸易 技术 资本 文化 领域 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 博弈和融合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美产业经济 到了2022年10月份 今天这个状况 分别有哪些数据 值得我们来对比研究 我们首先来制造业 今天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占比 是29.8% 美国是15.3% 所以李福金在未来 要建立美国韧性时代3.0 建构它的新的基础设施的话 可能制造业的回归 以及在制造业领域中 摆脱全球产业对中国的依赖 是它的一个战略目标 我们再来看全球世界500强 大中华地区 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是145家 美国是124家 我们已经超过它21家 在专利申请方面 中国每年是6.95万件 美国是5.65万件 在科研人员的数量上 中国是228.1万人年 美国是155.5万人年 这些数据我们都看到 中国的产业经济 处在一个相对优势领先的状态 而在全球前20大互联网公司中 美国处在一个绝对领先的状况 它有13家公司进入了前20强 咱们中国呢 三家 所以要对这些公司好一点 2022年中美的出口商品的变化 我们看到有些商品在减少 比如说我们看到家居 医药 陶瓷产品 光学仪器等仪表 处在一个下行的状况 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商品 出口还在增加 比如说钢铁制品 纺织制品 机电产品 汽车零部件 铝制品和鞋类 仍然处在成长的一个通道中 所以虽然是双合时代 但是中美经济的互通和交融 仍然处在一个互相博弈和融合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我们中国国内呢 我们看到我们也正在全面加速国产替代 有关数据说到2027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央企和国企要完成100%的信创替代 所以我们这两年在全国各地调研 看到一些企业像飞润三的企业 利用中国的企业的算力能力 中国的软件的开发能力 和中国的数据机器人的发展能力 通过很多的原创的技术 帮助中国的这些国企央企和大型企业 在未来的五年内 完成我们在信息创新产业和产品上的 替代和竞争力 我们再来看一个特别大的行业 云计算 有人说在未来的产业经济中 大数据将替代石油成为第一生产要素 那么云是什么呢 如果大数据是石油的话 云是什么呢 云就是我们的电力系统 这是一个特别年轻的行业 2006年在硅谷第一次提出了云计算这个概念 也就是到今天它也就是16年的行业 但是大家知道 当大数据成为石油的时候 电力系统就会构成 所有产业经济的基本面 美国有家公司叫做Gana Gana公司它有叫Gana曲线 科技曲线 我们去年年中就曾经讲到过Gana曲线 它另外一个榜单 是关于云计算的九大核心技术能力 它是包括润性计算 存出网络安全 软件 基础设施运营治理等等 九个重要的指标 我们把它叫做铁人九项 然后呢 在Gana公司的研究备选中 有六家企业 五家是美国企业 一家是中国企业 阿里云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 九项铁人比赛 基本上美国公司都排在最前面 但在刚刚公布的2021年的数据看 我们中国公司居然有四项排在了第一 计算 存出 网络 安全 我去阿里云调研的时候也非常吃惊 真的要给这些公司一点掌声 为什么呢 电力系统 九个重要的参军指数 为什么 因为过去三年里 中国经历了非常复杂的 社会治理的云计算迭代 庞大的企业和社会治理数据 被喂到了那个算力里面 所以过去三年是 中国云计算的算力 大规模增长的年份 我们前面讲的非算 这些公司 他们之所以能够有些原创的技术 就是中国公司在算力能力方面 在过去的两年里 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数据 云渊森 云渊森是什么呢 就跟电力一样的 一个大规模的电力系统 需要什么呢 需要发电机 需要速胚电 需要低压电器 甚至需要开关 有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构成了 整个一个电力世界的 一个基础设施 那在云一样 在整个云计算行业中 有一些像速胚电 像开关 像气泡线 这样具有标准能力的基础设施 有一张巨大的图 在这张图里面 又有148项 是我们的核心应用 在这148项核心应用中 由我们中国互联网公司 发起的有37项 占到了25% 其中阿里云发起的有13项 我们从云计算的九大铁人竞赛 到云原生的应用 这两张图 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就是在未来的 方和时代中 并不是中美两个国家会决裂 有没有 是一个谁替代谁 谁压迫谁 谁战胜谁的过程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一个在博弈中 不断融合的过程 中国公司要不被 这一轮的逆拳计划 甩出去 中国公司要在未来的新经济 润性3.0的基础设施时代 形成自己的建构能力 我们只能干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这些基础设施方面 充分发挥中国公司的原创能力 让这个地图 没有办法拒绝我们 我们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所以双合时代 是一个共生 共人 共敬的一个时代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中国公司 特别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 正在发挥他们的创新能力 我在阿里云的时候 看到一个产品 16年的时候 美国的微软公司 他们曾经发布过一个报告 其中有一句话说什么呢 说我们会有一种神奇的玻璃 然后呢 让这个房间里所有的墙 都成为屏幕 16年 当这所有的墙都成为屏幕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每一堵墙 都是人机交互的一个界面 有没有 但是16年当微软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 很难实现 因为 当每一堵墙 每一块玻璃 都是屏幕的时候 这个屏幕背后一定要有处理器 有没有 这个处理器很贵 今年 阿里云发布了一个产品 叫CIPO 这C就是Cloud 云的意思 就是云基础设施处理器 CIPO时代到来以后 就会实现 微软在2016年提出的这个理想 这些所有的屏幕背后面 都不再需要一个物理状态的处理器 所有的处理器都在哪里 都在云端 我在阿里云的实验室 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未来的云计算能力 软硬件结合 实现可能的时候 中国公司有可能 创新出下一代的操作系统 我觉得在2023年 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很多事情 在过去两年里面 我们有很多产业上的误读 我们有很多产业上的纠结 我们被一些舆论 带到了一种非常负面的 一种对峙的情绪当中 我们有很多产业上的纠结 当我们回到双核时代的时候 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些中国的互联网公司 我们在阿里 在腾讯 在智杰 在京东 在美团 在华为 我们在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看到了 在新型基础设施的建构方面 每一家公司都在非常努力地进行创新和投入 有很多的钱 有很多的钱砸进去 有很多的钱砸进去 朋友们是看不见未来的 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钱砸进去 中国是不可能建构一个润性时代的基础设施 所以我们希望在2023年新的一个社会治理周期到来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部门 我们的舆论界 我们的学界 我们能够重新定义和理解 互联网平台公司 在中国当前已经未来10年20年 中国产业经济 他们所具有的创新价值 他们的存在 并不仅仅是为了跟几个菜贩子 争夺那个菜市场 他们在承担的中国产业经济 在双核时代 面向未来 进行种种试错和创新的责任 而这些责任 我认为100%都将被压在那些民营的互联网平台公司的身上 我们希望2023年 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定义 和一个重新的理解 预见二 智能工厂与后春笋 在2018年的时候 达沃斯做了一个榜单 他开始评选全世界的工业4.0的工厂 就全世界最先进的智能化工厂 2018年到现在 发布了7T名单 评选出了全球114家灯塔工厂 中国几家 中国42家 我们前面看到没有 在全球制造业中 我们的占比多少呢 29.8 所以中国在全球灯塔工厂中的数量 也是30% 我们在全球制造业的占比 30% 我们在全世界最先进的灯塔工厂中的占比 30%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带大家去看标杆工厂的原因 他们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跟中国相比 美国和印度是9家 印度很强 有没有 一定要警惕印度 印度很强 德国 法国 5家 意大利 土耳其 4家 接着 2家 3家 1家 今天我们去看了一些工厂 和他在分享一些数据 海尔在黄岛 青岛的黄岛 有一家灯塔工厂 叫做洗衣机互联工厂 家里都有洗衣机吧 一台洗衣机 一块钢板 到生产线 扭曲成为游客 打孔 扭曲 把各个零部件装上去 最后生产线一楼到二楼 变成一台洗衣机 放到你面前 现场的三千个同学 猜一下 从一块钢板 走完到个洗衣机 多少时间 一天 十个小时 八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十八分钟 而且这条生产线 可以生产八百块钱的洗衣机 也可以生产一万五千块钱的洗衣机 我在现场看到 三年前我去的时候 这个洗衣机工厂 有一个操作台 叫人机协作台 一块油线板过来的时候 打孔 打完孔以后 要把扭曲放进去 旁边一个机器手 这个时候需要人和机器 做一个协同 为了钢板再扭转 再拉拉走过来 需要一个协同 我今天十月份去的时候 那个人机协作台 已经没有一个人了 钢板在移动的过程中 就能够完成扭矩和零部件的安装 大规模的人工智能和算力 嵌入到了这样一家灯塔工厂 今天我们去了三亿中工 中国最大的重型机装企业 做什么 装机 有没有 水泥搅拌机 打棒机 你脑子想一家 重工企业长怎么样的 傻大奔重有没有 到处都是人 但是我们到三亿中工的时候 我问他们 你们的科技人员 和你们的蓝领工人 的数据比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给了我三组数据 2017年底的时候 三亿中工的工程师 2700人 一线的蓝领工人 9600多人 到我2022年底去的时候 科技人员从2000多人 增加到了一万两千多人 产业工人呢 从9000多人 增加到了一万四千多人 然后他们叫吴老师 2025年 两年半后 你再来 2025年的时候 三一中工的研发工程师 将达到三万人 蓝领工人多少钱 三千人 你很难想象 在今天的中国一家 重心装备企业 科技人员和蓝领工人的比 是十比一 我们今天去了一家 广东的一家企业 做床垫 有一家工厂 一天做一万张床垫 一年做一家 三百六十万张床垫 我让同学们猜一下 一家一年生产三百六十万张床垫 的智能工厂 需要多少人 一千人 五百人 三百人 五十人 只需要五十人 我今天还去了格力 去见董姐姐 这家企业 我大概去留八次了 第一次去的九八年 那时候朱张宏在的时候 中国今天能够生产最好的空调 大家同意吧 刚刚举办的卡塔尔世界杯 那个组会场的空调 格力提供 但这不是关键 今天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 你能做全世界最好的空调 但是你能不能做空调 生产空调的模具 我四年前 去了格力的模具工厂 以前去啊 董姐姐都带到看那个空调 四年前跟我说 小宝带你去个地方 去看他的生产模具 去看他的生产模具 四年前 工厂的时候 他的机床 百分之九十 是国外引进的 我今年十一月份去的时候 再一次到他的模具工厂 他今天的模具工厂的机床 百分之七十 完成了国产化的替代 我们从海尔 看到了三亿中工 看到了穆斯 看到了格力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中国 智能工厂的特点 巨国效应 带来规模化创新 除了中国以外 没有一家国家 需要有一家工厂 一年做三百六十万张床垫 有没有 我们庞大的城市化发展 和人口红利 让我们能够生产 全世界最大的大棒机 全世界最深的装机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空调厂 冰箱厂 洗机厂 电子机厂 手机厂 所以这巨国效应 给我们带来了 规模化创新的可能性 产业智能 推动了生产线的革命 我们在海尔看到的 在穆斯看到的 在格力看到的 整个生产线的人机协作效率 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制造生化 侵入到了核心的零部件 我们不但能够生产电器 我们还能够生产铸铁 还能够生产模具 能够生产气泡线 能够生产芯片 能够生产机床 这些事情都是过去 不到十年时间里面 发生的一个景象 第四呢 科技储备形成了 多点化的创新的能力 所以有一个美国的管理学家 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可能充满着对中国的羡慕 Colme Colme说什么呢 做一个经济体的强弱 不取决于引进先进科技的速度 而取决于使用先进科技的深度 中国的智能工厂 为什么能够让所有的这些软硬件的技术 在中国地区实现深度的研究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互联网平台公司 因为这个经济体足够的庞大 这个经济体足够的复杂 这个经济体具有足够深的战略重生代 所以都是这个国家的发展 给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拓入产业深度和广度的可能性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预见 能源战场换道超越 我们在过去很多年里 叫弯道超越有没有 这个跑道已经在那了 然后呢 当发生一些产业周期 或者经济危机周期的时候 我们通过弯道超越的行 四十多年来 我们都在搞弯道超越 大家今天有一些产业 出现了就换道超越 我不在这个跑道里 我都换一个跑道 我完成超越 2022年爱红遍野 如果说有一个唯一的产业量点 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产业有四个部门构成 风电 光伏 储能 新能源汽车 这个是2022年的数据 在2022年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 增长了16.9% 我们的光伏发电 新增并网容量 增加了105.8% 我们的电力储能装机规模 增加了36% 我们的新能源汽车 销售增长了110% 这个大概是我们上半年 除了讲的口红经济以外 最让我们亮眼的一个数据 中国今天在新能源产业 巨大的投入和创新 给我们2023年以后的中国经济 带来了巨大的想象力 我是1990年进入这个行业的 一开始当工业记者 后来当财经作家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记者 每天在看企业 我90年进入行业的时候 中国那一年的乘用车 汽车产量是50万辆 到了2009年的时候 中国的汽车产量1379万辆 中国在那一年 中国汽车的生产和销售 超过了美国 成为了全球第一 到刚刚过去的2021年 中国的乘用车生产能力 达到了2608万辆 这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美国 日本 印度 韩国 加在一起 还比我们少120万辆 但是朋友们 这个数据仅仅叫做弯道超越 仅仅叫做弯道超越 什么叫做换道超越呢 就是在2022年全球美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中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占到了6辆 中国美卖出10辆乘用车的时候 新能源汽车占到了3辆 朋友们 这个叫做换道超越 在2022年 比亚迪超越特斯拉 成为了全球销量第一的新能源汽车公司 在高端车 我们常常讲高端车 叫BBA 宝马 奔驰 奥迪 对不对 燃油车领域里面的高端车BBA 在2022年 这三家企业在中国地区 全部推出了他们的新能源汽车 然后呢 然后有一家中国公司 在3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汽车 高端新能源汽车里面 一家公司的销售量是 宝马 奔驰 奥迪的综合 这家公司叫做极客 我去年的9月份吧 我曾经去极客 这个极客的总裁叫做安聪会 那时候001还没上线 001 其他人还没上线 他就带我试驾 就试驾的照片 坐到里面 我坐进去后 汪安聪会第一个问题 我说你百米价数多少 我们都开车的 燃油车的百米价数一般多少呢 100公里 百公里加速 一般是8秒到12秒 安聪会跟我说 3.8秒 他想3.8秒的时候 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抓那个手 就抓那个往 然后呢 过我车子开动 我没有任何的感觉 你知道吗 在那一瞬间 我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这家企业的母公司叫做吉利了 吉利的创始人叫做李素福 也是我一个熟悉了很多年的朋友 我记得30年前 李素福是坐摩托车的 坐摩托车 他要坐汽车 然后呢 有一次国家发改委的主任 后来当过国务院副总理 他去吉利做调研 然后李素福就跟这个领导说 说领导 我们想坐汽车 这领导说 你不要坐汽车了 汽车也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都是国有企业 你们民营企业 没有任何坐汽车的机会 李素福当天讲的一句很牛的话 他说领导 请你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 请你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 到了09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 吉利收购了欧洲的一个豪华车品牌 叫做沃尔沃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极客 是建立在吉利近30年造车能力 和100年沃尔沃能力的前提下 做汽车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你看到的是辆车 一个汽车公司 怎么能够源源不断地做汽车 它需要一个架构 需要一个造车的架构 全世界一些非常先进的公司 丰田 大众 通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都形成了源源不断能够生产车型的 一个架构能力 全世界第一个纯电车的架构 2020年 是由吉利发布的 叫做浩瀚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极客汽车 有两款001和009 它今天推出的这009 SPV 全世界第一款新能源SPV 但在这个架构上 已经生产出21款新能源汽车了 所以我们在底层部分 中国公司 从最底层 就跟我们做云计算一样的 从最底层再往上 形成自己的建构能力 然后它在欧洲 有2000人的一个技术中心 在杭州湾 投了100多亿 有一个最先进的5G智慧工厂 如果我说 未来的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市场 是属于中国人的 你们信不信 我们在风能 光伏 储电 新能源汽车 等能源行业 已经实现了 一次勇敢的 换到草原 2023年 即将到来的2023年 我们将看到这个趋势 仍然在往前行 所以 投入到新能源产业 是未来十年的一个 照样行业 2023年 还有可能发生了一件事情是 中国的隐形冠军 将超越德国 隐形冠军 这个词是这位老先生提出来的 一个德国的管理学家 叫Holman Siemen 1980年的时候 他还是个年轻的学者 有一次 有一个美国的管理学家 到德国去做调研 他到西门 他就问西门一个问题 这个西门问了一个问题 1986年的时候 他说 德国 当时联邦德国 联邦德国的经济总量 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 但是联邦德国的出口 贸易超过了美国 为什么 你的经济总量 只有它的三分之一 但你的出口 为什么超过美国呢 西门一雷蒙比看到的 不知道 回去做调研 调研出来的结果 大吃一惊 支撑德国 出口外贸的 并不是那些巨型企业 西门之 Bosch 克鲁波 Bosch这些公司 支撑德国 成为全球第一 出口贸易大国 是什么呢 是一笔隐形冠军 西门用三个词 来定义形冠军 第一 你在这个戏风行业 全球第一 第二 你的销售额 在十亿马克以下 第三 不为人所知 行业以外 你就是路人甲路人义 行业之内 你是那个King 德国有多少家隐形冠军呢 西门算了一下 两千七百家 他在书里说 雄心 专精 全球化 是隐形冠军成功的秘诀 今年我和西门 有过一次对话 我就问了西门一个问题 西门 到中国大概来过十次 他对中国也很熟 过去几年 他每隔一两年 就回来吃中国 然后我问西门一个问题 我说 你觉得 在未来的两三年内 中国隐形冠军的数量 会超过德国 有可能吗 你们猜西门怎么回答 西门就不回答 西门说下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中国制造业的金字塔 最上面的 就是会不断增加的灯塔工厂 代表的全球工业4.0 产业智能化 最高的发展水平 今天我们42家 我们一定怎么样 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灯塔工厂以下 是8997家的 国家级的 专精特性小巨人 我们说 中国的隐形冠军 有可能超过德国 大部分 出现在这8000多家企业里面 国家级的专精特性以下 有6万多家的省级的 专精特性企业 6万多家省级下 有14万家的 第四级的专精特性企业 再往下 中国有400个裁员区 再往下 有600万个中小企业 朋友们 这个是中国的底盘 是通过经济 在2023年以后 不可能被击垮的 一个基本盘 制造业 仍然是中国产业经济 唯一的命名 产业互联网 产业智能化 是中国经济面向未来 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今天我还干了一件 我觉得让我特别高兴的事 我们890新商学 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成立了一家 专精特性研究中心 我和管院的魏江院长 我们俩一起担任联系主任 我们这个中心成立以后 干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我们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对3000多家的 国家级专心特性企业 发了问卷调查 我们这个问卷调查 有五个分析纬度 有16个变量 有163个提项 3000多份问卷 发下去以后 我们拿到了 1122份的有效样本 这是中国工业史 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 先进工厂的样本 我希望明年的时候 我和我的教授朋友们 能够为大家 全面地展示 我们对这1000多家企业的 一个学术调研 我们应该会有一本书出来 这本书会告诉哈尔曼西们 中国的隐形冠军 真的已经比德国多了 从现有的数据 我们看到了 中国式隐形冠军的几个特点 第一 创业者素质大提升 在这1000多家 我们拿到的样本企业中 95.8%的创业者 是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 其中40%是研究生以上学历 朋友们 你要知道 这1122家企业 100%是民营企业 所以哪个人在2023年 再跟我讲 中国民营企业是草根经济 我就跟他急 你们有看到那么多的人 研究生大专以上的 这个草根吗 都在想什么呢 第二个特点 产业集群抱团发力 48%的企业 集中在20个制造型的城市带 应用驱动国产替代 44%的公司 从事国产化替代的 研发和制造 第四个特点 这个也是中国隐形冠军 和德国最大的区别 德国的2700多家隐形冠军 西蒙总监那个数据中 80%多都是家族企业 都是不为人所知的家族企业 但是中国这一轮隐形冠军的崛起 得到了资本市场很大的呼应 今天中国A股市场 5000多家企业中 专精特性企业超过了1000家 占到了全部A股上市公司20% 北京两年前一个北交所 在北交所上市公司中 41%是我们的专精特性企业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公司 会比德国跑得更快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基础 有没有 同时呢 我们有 在资本市场上 有更多的加速和负能的创新机制 再送东西给大家 我们现场的朋友 直播间的朋友 如果你是做制造业的 如果你对专精特性感兴趣 我们和这大组建的这家 专精特性研究中心 有一份专精特性上市公司的 发展报告的电子版 送给大家 希望这份报告 对你做制造业的朋友 有所帮助 送的挺多了是吧 我最后还有送东西给大家 第五 长期主义率先复苏 经历了最近这三年之后 我们终于发现 中国产业经济的投机主义时代 已经结束了 泡沫已经消失了 未来的市场 朋友们 从2023年开始 将永久地属于长期主义者 我们在2022年已经看到了 对不对 在纷纭突变的产业变革时期 那些坚持了产业基本盘 坚持了产品优先 坚持了价值链优先的企业 在2023年成为了 大潮退去后的那些坚挺者 那些存在者 我们上半场讲到国家企业 叫做不减薪 不裁员 准时发放年终奖 哪个企业 比赢乐分 我今年去这家企业做调研 20年前创业的 给我看这张图表 从他的创业第一天起 他的营收和利润 一直在增长 今年那么难 2022年前三季度 营收增长13% 利润增长24.9% 一家上市公司 数据都是公开的 20年 中国每隔4年到5年 发生一丝经济危机 它做的是一个特别传统的行业 叫做服装 一家服装行业 20年有一条波澜不惊的增长曲线 靠什么呢 它干对了三件事 我觉得这三件事 也是所有在中国地区 想要成为一个 长期主义者的三个法宝 你只要能够坚持这三个法宝 定定性性地做企业 你都有可能成为 比赢乐分这样的长期主义者 那三个法宝呢 第一 专注一个赛道 从20年起 比赢乐分就专注一个赛道 叫做高尔夫服装 20年前 高尔夫在中国是一个很小众的产品 有没有 很多人不知道高尔夫是干嘛的 专注这个赛道 伴随着中国高尔夫产业的发展 所以你和他赞助了国家队啊 然后把高尔夫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然后呢 高尔夫做做T恤小专领 做到品类第一 第二呢 技术 你要做一个具有功能性的服装 高尔夫在路外打 你要防晒 要防紫外线 人要出汗 要吸汗 有没有 所以一件服装的 高尔夫服装的背后 需要进行种种的技术的创新 从面料到燃色到后整理 所以这家企业有120多项的专利 参与制定了十个国家及行业的标准 第三点 审美 服装既是一个预寒的产品 同时呢 也是一种身份 一种审美 一种趣味的诉求 这两年 他和苏秀 跟故宫合作 不断进行 产品的迭代 所以我想在中国地区 你要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 你做到了这三条 2023年以后 你都会成为中国商业世界的 那个幸存者 另外一个长期主义的坚持者 京东 京东也是一家 创意20年的公司 中国互联网公司 很多都是20多年了 03年的时候 发生了非典 在中关村开线下店的 刘强东同学 把线下店全部关掉 搞到线上去搞京东 京东最早卖什么 买3C产品 买家电 在中国地区 所有的制造商和渠道商 是相生相爱的一堆欢喜冤家 谁也离不开谁 但是要么是电打七客 要么是客打七电 在1998年的时候 做改革方20年 中国家电行业 张瑞铭讲过一句话 说我的利润 98年 我的利润像刀片一样薄 1998年 中国家电行业 利润像刀片一样薄 为什么呢 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产能过剩 家电企业金打价格战 第二件事情呢 出现了两个巨型的线下 零售连锁企业 一家叫国美 一家叫苏宁 国美和苏宁通过庞大的线下渠道 和制造业企业 形成了博弈关系 电打七客 制造的利润像刀片一样薄 其实当京东开始 做线上平台的时候 它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国美和苏宁 有没有 因为你渠道通吃嘛 而且线上渠道的通吃能力更强 流量通知 环境通知能力更强 所以稍有不剩 超级平台和制造业 就会形成相爱相杀的局面 但是朋友们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二十年前所发生的景象 在中国居然没有出现 大家看这个数据 从2013年开始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国主要家电品牌的净利润率 曾经刀拼养脖的利润 从7%提高到了15% 朋友们 足足增加了八个净利润点 八个点 八个点靠什么呢 靠两件事 第一件事 中国家电企业 美帝 韩尔 格力 海信 TCL 自己蒸汽 有没有 开发出高品质的产品 第二件事情呢 是超级平台和家电公司 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 为了建构这个关系 我们的刘江东同学 提出了两个理论 一个叫做三毛五 什么叫三毛五呢 就如果京东有机会 赚一块钱的话 合作伙伴拿三毛 团队员工拿三毛五 京东呢 拿三毛五 他流出的这个三毛钱 就是给到了我们的这些 家电品牌 你看这组数据 在传统的家电连锁的时候 家电公司 为了线下渠道的成本 需要支付15个百分点 然后呢 库存周转呢 87天 一次周转 到了今天的京东呢 它的渠道成本 八个点 减少了多少点 减少了七个点 再加上库存周转 从87天减少到31天 所以 打开来你会发现什么情况 我们的中国家电企业的利润 能够从七个点到十五个点 我们看到刚才那些家电公司 能够有钱 有资金 去投入全世界最先进的 智能工厂和灯塔工厂 是因为他们赚钱了 是不是 他们赚钱的原因就是 第一 他们自身的技术和产品 品牌在迭代 第二呢 他们和互联网的线上 零售平台 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 共同 运凭了产业增长的波动周期 除了三毛五以外 还有个理论很有意思 叫什么呢 叫做十根肝脏 京东把一个家电分成十段 这个五段是企业的 创意 设计 研发 制造 定价 这个五段呢 甘蔗呢 是流通渠道的 营销 交易 仓主 配送 售后 干什么事情呢 干一件事情 在每一届甘蔗背后 都形成一个智能化的全链路能力 平台帮助我们的生产商 进行数据的挖掘 进行效率的提升 进行智能化解决方案的赋能 然后让企业能够专注在 研发和制造环节中 从三毛五理论到 十介甘蔗理论 京东的长期主义 实际上是帮助了中国的这些消费品公司 形成了成为长期主义者的一种土壤 所以我们前面讲 为什么我们在2023年 需要重新定义和理解 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创新价值 京东从他的角度给了我们新的启发 所以就好像道生和夫在活法中说的 说长期主义的活法就三件事 第一 乐观的设想 第二 悲观的计划 第三呢 鉴定的执行 2023年将是一个真正的属于 长期主义者时代的到来 第六个意见 数字人大战直播间 在谈到全球数字人产业发展的时候 这两个姑娘一定会被提到 一个叫做索菲亚 我记得我们在2017年的年终秀上 曾经讲过她 她是全世界第一个拿到了国籍的数字人 哪个国家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给这个姑娘 搬了一个国籍 2017年的10月份 2018年呢 叫做玛奎拉 这个数字人 被时代周刊评为 全球的25大网红 另外24个都是人啊 只有玛奎拉是什么呢 是个数字人 作为一个数字人 她居然在2018年发唱片 开演唱会 搞联名产品 搞新闻发布会 所以她被时代周刊评为了 全球的25大网红数字人 到了2021年以后 中国出现了这样一堆的人 我作为一个607的后 我就完全不认识了 我们今天现场的直播间里的 90后00后看到他们会尖叫 有没有 叫什么柳叶锡 君若金 若天一 兰兰 阿牙矣 中国版的索菲亚 哈马奎拉 到了2021年8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这个14秒 一个数字人 他跟前面的索菲亚和马奎拉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个一看就是数字人 这个一看呢 黄仁旭在做这段演讲的时候 全世界没有人发现 这个14秒 居然是个数字人在讲话 我们今天在这里是 2022年的12月份 距离2021年8月份 十是几个月啊 16个月 这16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知道吧 16个月前 英伟达要做这个黄仁旭的时候 需要3D建模 这个14秒 每一秒都要花几万美金 16个月后的今天朋友们 我给大家看中国公司生产出来的 他们都是数字人 是不是黄仁旭长得很像 大家再来看这个技术 刚才是那个男生在讲话 时时地转化成女生的声音 我们前面讲了 16个月前的时候 黄仁旭要做那个14秒的时候 每一秒需要花几万美金 16个月后的今天 我们通过2.5G的 2.5D的技术 通过中国公司强大的算力和算法能力 你们知道 刚才你要做那么一个数字 花多少钱吗 16个月前 每一秒需要几万美金 今天你把那个数字 连回到家里去 最便宜的2000块钱 最贵的 把你这张脸 捏成那张脸 8000块钱 我在2020年的年终秀的时候 曾经讲过这句话 说每一家公司都可能需要一个直播间 今天我们在2023年遇见的时候 我们要说每一家公司在2023年都可能需要一个数字人 你可以用它来做本地生活 你可以用它来做客服 你可以用它来做品牌直播 你可以用它来做短视频 你可以用它来做临终关怀 每一家公司都可能需要一个数字人 然后我会送出今天年终秀的最后一份福利 加我的学习助理 今天我们在现场和直播间里送1000个数字人 你们放心 明年我还是这个肉身站在这里 我不会用数字人来做年终秀 但是很多公司 朋友们 很多跟用户产生交互的公司 就好像过去三年里面 我们几乎每一家公司 从卖金融产品的到卖西瓜的都有一个直播间 我们今天在现场几千人 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一百多个直播间 在同时直播我们这场年终秀一样 每一家公司都需要一个直播间 2023年 中国互联网公司 所给大家带来的科技普惠 让我们有可能拥有一个自己的数字人 只需要几千块钱 今天送给大家1000个数字人 预见期 M型社会悄然来袭 06年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的管理学家 叫做大千炎仪 出版一本书 就是M型社会 大家知道日本经济的崩盘 什么时候开始的 1990年 日本的股市和楼市大规模崩盘 日本就知道失去的10年 失去的20年 失去的30年 到2016年的时候 日本经济失速的16年后 大千炎仪出版了书 M型社会 它在M型社会中有一个判断 说什么呢 说今天的日本 日本社会正逐渐形成一种双方结构 M 双方结构 左边高收入人群 右边低收入人群 各举两端 在16年里面 他们的人数都没增加 但是怎么样 他们的距离在拉大 平复悬出在拉大 中间部分呢 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出现塌陷 就是M型社会 那么中产阶层出现塌陷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千说 每一个人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 我们每年赚的钱 有两部分的钱 有没有 一部分叫什么呢 叫做职务性收入 你的老板给你的钱 你通过打工 创业赚的钱 还有部分呢 叫做财产性收入 你通过打理你的财富 基金啊 股票啊 房产啊 要赚的钱 大千言一说 1990年到2006年 这16年里面 穷人没增加 富人没增加 贫富学做再拉大 中间在塌陷 塌陷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在十多年时间里面 日本的中产阶层 他们的植物性收入增长停滞 2003年以后 中国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各个公司的植物性收入增长停滞 然后呢 中产阶级家庭所有的财富波动 发生在我们的财产性收入 那么你会问一个问题 2023年的中国 有可能滑向M型社会呢 大千对M型社会的判断有四个值 第一 勺子老年化 第二 高储蓄力 第三 长期货币蒸发 第四 阶层板结 我们在2022年和2023年 是不是看到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少知老年化 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力和日本基本上差不多 34到36 中国的长期货币蒸发比日本要严重得多 你看我做了个统计 2002年到2022年 在过去的20年里 中国的M2居然增长了1396% 朋友们 如果你的在未来几年里 你的财 你的支付性收入停滞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2023年以后 我们每一个人 对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成为了 我们能不能继续成为新中产 或者能够成为高收入阶层的重要的判断点 而且我们跟日本和美国相比 中国今天家庭新中产家庭的财产性收入 是非常激辛的 我们有一个长期合作的伙伴 中学基金的经理财 根据他们的调查看到 中国今天中产家庭的房产资产占比 百分之六十五 日本呢是百分之三十五 美国呢百分之二十五 我们的保险类资产 中国居然只有百分之四 日本和美国都是百分之二十四 我们的股票基金等权益类资产 在我们的资产配比中 中国只有百分之三 日本呢百分之十 美国呢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从大前研议的M型社会 到新理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数据 意味着朋友们 2023年优化资产结构 是我们高净值家庭 以及我们所有的新中产家庭的第一任务 我们这个长期合作的新基金 给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 叫做打理人生的三笔钱 第一笔钱 人生保障的钱 就基金啊 养老报复啊 第三笔钱呢 叫灵活取用的钱 我们日常都要取用的钱 最关键的是中间的钱 投资争执的钱 我们每个人要了解自己的投资偏好 了解自己的投资额度 在2023年 重新学习M型社会到来之后 我们的家庭理财 新的技巧和新的可能性 然后对我们的资产结构 我们的房产 我们的保险 我们的基金股票 进行重新的结构性配置 朋友们 2023年以后 这可能是新一轮的财富保卫战时期 第八 也是我们预见2023的第八个预见 树根经济 信心中国 中国的民营经济 从第一代开始 朋友们还记得吧 中国第一个被称为 七八年以后 第一个被称为民营企业创业家的人 叫谁啊 在七上三十年写过的地址啊 那个人叫做年光酒 他有个外号叫什么呢 叫做傻子年光酒 他做什么的呢 他卖瓜子的 他的瓜子品牌叫什么呢 叫做傻子瓜子 从傻子瓜子 从年光酒开始 我们的很多朋友们认为 就把草根呀 对 都是年光酒呀 所以你们是草根经济 草根经济你怎么对付它呢 你可以蹂躏它呀 然后呢 给点阳光就灿烂 给点雨漏就发芽 是不是 我们今天经常参加一些论坛 我们很多学者 谈到民营企业的时候 仍然这句话 我们民营企业是草根经济 给点阳光就灿烂 给点雨漏就发芽 朋友们 2022年要结束了 2023年要到来了 我们必须要 在这个年终秀上 非常认真的 告诉全中国所有的朋友们 中国的民营经济 正在成为下半场 中国的草根经济 我说是不是 我做这个PPT的时候啊 加了三个感叹号 帮我做PPT的那个马萨同学说 我老师一个就够了吧 你们都读过我的书吧 我写一本三十万的书 我都不会用一个感叹号的 我很少用感叹号 因为我写的是财经作品 我不需要感叹号来增加我的情绪 那今天晚上 我把我这辈子最多的感叹号 都架在这儿了 千万记住 中国的民营经济 已经不再是草根经济了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树根经济 你动了我的根本 我一百年回不来了 你给我点阳光 给我点雨漏 我怎么能够再灿烂呢 为什么是树根经济 中国制造业五百强 民营企业三百六十二家 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二 中国新经济五百强 民营企业四百二十二家 占到了百分之八十四点九 全部A股上市公司五千多家 民营企业三千一百六十八家 占到了百分之六十三 东南五省一市 占到中国GDP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省市 民营经济占GDP比重 全部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福建省民营企业 占福建的总经济百分之六十九点三 浙江省百分之六十七 我必须要把这个数字 认认真真地读给大家听 江苏省百分之五十七点三 上海市百分之五十四点八 广东省百分之五十四点五 山东省百分之五十二 如果你认为中国的民营经济 是草根经济 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 怎么可能变成中美国呢 怎么可能变成中美国呢 怎么可能有产业升级呢 怎么可能有灯塔工厂呢 它明明白白是全球经济的树根 有没有 是中国经济的树根 所以在2023年面对的经济的复苏 我们必须要说 民企强则中国强 民企有信心 中国经济有信心 2010年的时候 吴敬连老师八十岁 我给他写了本书 叫做吴敬连传 这本书写完以后呢 要审稿 最后审稿的时候呢 我就给吴老看审稿 我就跟吴老说 你在肥叶上啊 帮我写行字 写一行字 第二天 吴老把他那个字传给我 吴老在我写的那本 吴敬连传的肥叶上 写了这行字 我今天把这本书 拿出来拍照 把这行字 十二年前 吴敬连老师写的这行字 在今天 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吴敬连说 他今年九十二岁了 吴敬连说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我们就呼唤了十二年了 2023年 我们继续要大声地呼唤 法治的市场经济 在我们告别 2022年 迎来新的 2023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 我的那个五十个 经济学家的朋友们 他们的预言会自我实现 82%的经济学家认为 2023年的中国经济怎么样 会向好 我们会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 2023年 我们的城市会复苏 我们的产业会复苏 中国和全球的流通会复苏 我们今天朋友们嘴巴他的口罩 会拿下来 中国经济会回到一个基本面 我们作为2022年的幸存者 面向2023年 我们仍然看到了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产业经济 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和他成长巨大的空间 到最后 我们只缺一个东西了 我们只缺好运气 所以在2023年即将到来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走好运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 我的年终秀 期待明年的12月30号 所有走好运的朋友们 继续来到现场 我们相聚 我们来共同叙述 我们即将到来的2023年 谢谢现场的朋友们 谢谢直播间 所有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